有老友看見阿爺數過的管理不善的非政府組織, 有過的料來被阿爺爆。 不過由於不是阿爺親身經歷, 以及那些爆料人不肯多熟, 所以只是爆一件事, 不直接點名稱哪個組織。 第一單有老友說有個做南亞裔組織的機構, 在成立初期要人捐熱水壺來煮滾水給的職員喝, 於是有個做電器店老闆, 就拿了兩個三公升熱水壺給他自用, 誰知不夠兩天, 負責人說拿水來煮好, 很麻煩, 打電話給電器店老闆說都是不要了, 還約好老闆上去, 電器店老闆說都是用, 不可以再拿來賣, 於是打電話問其他非政府組織要不要, 免費就當然是有人應酬。 於是電器店老闆於是想去南亞裔組織, 想收回兩個熱水煲, 誰知那個南亞裔組織負責人說已經轉送給兩個南亞裔家庭作私人用途, 還說風涼話說電器店老闆大把錢都不自在, 真是被條粉搶脆帳, 第一捐給機構是公用, 和送給某個家庭作私人用途, 絕對是兩馬子撕泥。 第二捐給人, 就不應該在未得密主同意情況下轉送給其他人, 令老闆還要拿多兩個新包來送給另外兩個組織。 第二捐給屋煙醬汽屎屁股鬼組織有一次召集了那群老闆開會, 說有很多活動計劃, 可惜沒有銀子去印宣傳單張 , 有白爺公說欠多少銀子這麼批凱呢? 有一條說讀緊香港大學負責義公說千六鹹龍 , 白爺公馬上就課發石鉗江龍 , 還問這何時可以印出的宣傳單章? 個義工說一個星期包吵架, 誰知一個星期後開會時, 香港大學義工說有其他事用吵架, 因此仍然沒有課教, 激到百爺工夫就移去, 沒多久,非政府組織就冬眠了。 最近幾年在左燈道開發, 不過由於惡名超障, 過去和現在的負面新聞多羅羅, 找誰去採取那群沒有誠信的傢伙, 第三單有個勞工組織找到一個新加坡, 叫人幫忙贊助傢俬, 有個貿易這麼巧遇過一間要撿傢俬店, 看見四張購書桌和兩個文件櫃, 個字頭說洞中兩千五鹹籠, 包含送貨, 於是個貿易好心立刻打電話問過勞工組織負責人, 講明家師尺寸拉規格, 那條負責人驚死蝕底, 迷路作估貨, 歐秦琴稱全部都要, 於是貿易好心提款兩千五鹹籠買夠了, 直送到組織, 甚麼知不足一星期, 負責人說仍然不夠要, 因為他們只有兩個名員, 房屋家的父母好像太多, 要去兩張貢紙櫃和兩張貢紙櫃, 那條貢紙又要到處找人收留兩張貢紙櫃, 然後叫車送兩張貢紙櫃回家。 誰知回家,她的妹妹說:「女人很奇怪,我會不斷打購買!」 原來勞工組織有個大陸婆職員,放了兩盆花在文件櫃, 不過為何要放什麼東西在文件櫃呢? 再者也許說要給婚人, 不是應該集乾淨私人物件才叫人拿什麼? 最惡事是三個月後, 那個組織申請贊助,要簽訂, 那條負責人便打電話給婚人, 問可否唱兩張貢紙櫃和兩張貢紙櫃? 你們說婚人不理睬她阿納? 各位老有記, 絕大部分非政府組織都是污紙單刀, 就算你們好心, 都不要亂逼的棺材本! 阿爺就說寫下張維竹話, 捐贈給公益金, 和東華三院就乾手蒸腳!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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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